拜登政府、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提名人 尼拉坦登周二致信拜登总统宣布退出该职位的提名 白宫随即发表声明接受尼拉坦登的请求 并表示将任用其担任其他政府职务 尼拉坦登是美国印第安人原住民后裔 曾在克林顿政府和奥巴马政府任职 2020年11月30日 拜登宣布提名尼拉坦登担任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 坦登此前曾在推特上发表对民主共和两党的批评言论 在获得提名后他删除了超过1000条推文 但仍受到关于他能否实现跨党派合作的质疑 他在今年2月初参加国会听证时 对自己以往的言论表示了道歉 尼拉坦登的提名没有获得参议院超过半数的支持 也由此成为拜登政府首个未能顺利通过的提名人 目前在23个需要国会确认的高级内阁成员中 已有11人获得了确认 这其中也包括刚刚宣誓就职的教育部长米格尔·卡多纳 卡多纳曾在公立小学工作 在就任前担任康涅狄格州的教育专员 他在新冠疫情期间 因努力推进康涅狄格州学校重新开放而受到关注 他出任教育部长也将促进拜登政府重开学校的努力 同时拜登政府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的提名人 加里根斯勒目前也在接受国会的质询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